好 現在為大家來講解一下這個黃金獵犬的訓練基礎教育 那一般黃金獵犬 因為大型犬 我們今天教大家他的訓練的臥倒的一個定點不動的訓練狀況 那一般黃金獵犬其實養狗養大型犬的話 你最少要讓牠聽得懂 穩定度還有牠的專注力 我一直在強調來這邊上課的狗 牠的專注力一定要先有 你在教牠的時候牠會看你 你看 所以我們看到影片中這隻黃金獵犬 牠的眼睛一直盯著訓練師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厲害了 那我們離開狗的時候 這隻狗有沒有理解到 牠可以 牠自己要在安定的地方 在原地等待 懂意思嗎 訓練這個課程就是要讓狗穩定 你不要說你叫不動牠 牠看到人來就跑 看到喜歡的東西牠就走掉了 我們要的就是基礎教育 你看牠是跑掉的 你看 這時候你要自治的了 遠距離這樣要握倒牠聽不聽得懂 好不好 以上就是 基礎教育 另一個課程握倒定點不動 這東西 運用在客人來到我們家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狗可以很穩定的 在原地休息 不會去干擾到別人 好 以上是如何的訓權 黃金獵犬的基礎教育訓練